大家就是有一种 已经把台湾的资产 看成是自己的资产 然后就想着 不要伤害这些瓶瓶光光 我觉得大家要想一下 这个台湾岛上的所有东西 跟你都没有关系 打下来之后才是你 打下来之前都跟你没有关系 你看现在台积电 有多遵守美国的经历 我说实话 三星都没有它那么听话 你三星它就是 前一段时间美国要要 三星交客户资料 有这个事情对吧 三星可是拼命反抗了 到现在这个事 也就暂时没有赢了 台积电它可是基本上 最后我感觉都要束手就行了 因为政府也不支持它 很多事情你一看 你就会感觉到 台积电真的是比美国企业 还要遵守美国的经历 真的很爱美国 台湾的企业普遍都这样 受美国的控制很深的 你把这些企业潜意识地把它当成中国企业 那你我觉得你是需要看一下脑客 你不能把这些企业当成看成中国企业 他们比美国企业还美国企业 然后第二点就是关于台湾的人吧 台湾人一方面就是连把这个军费提高一倍都不愿意 我提升一倍听起来很害人 但实际上你如果说真的想打相战 你提升个三四倍都很正常 对没错 对吧 你告诉我他愿意打相战 逗我呢 真的就是太开玩笑了 第二点就是 第二点就是如果是真的要打仗的时候 生活水平质量是极限下 是急速下降的 因为现代社会其实是这样的 比方说你那个台湾 它并不是说每个地方它均匀地产出粮食 它是南边有几个 打个比方南边有几个地区产粮食 运到北边去 对吧 对没错 那假设你中间的路断掉了 你南边粮食运不到北边去 那你北边粮食可不会自己变出来 我们还有些泡面可以吃吧 是可以 但是问题就在于 如果说几天呢 你引发恐慌了呢 有些人会囤一堆 对 所以我觉得 而且就刚刚熊哥说那个停电 就停电 我先说一下 虽然说医院里会有紧急备用的电力 对吧 但如果停个几天 医院里面会有无辜的阴影 会有妇孺 活活冻死 活活冷死 人道主义灾难 是很有可能发生的 所以我从良心上讲 我是觉得对台湾停电 是从良心上讲非常残忍的那种行为 但是我仔细想一想 我也没有什么良心 所以我还是支持这种行为 就是无论是停电也好 断网也好 都会对台湾造成这种影响 就是每个人都切身的那种 就是影响台湾每个人 这种生活状态就是 一夜回到解放前 不是解放前吗 就是回到隐毛如雪那种状态了 然后大家说这个信息封锁的事情 那我跟大家说了两件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的事情 就是印度的主体民族是 这个就是达罗慈徒人 或者说是印度教那些人 就是大家经常讲的 这个印度阿塞是黑面孔 对吧 黑色的 对吧 但实际上印度的东北帮 七个帮是黄族人 跟我们中国人长得很像那种 所以印度的他的这种黑人 就是我直接讲黑人 他是对这种黄族人 是有种族歧视的 他长期在这个七个邦 搞种族灭绝 没有人知道吧 很少有人知道吧 为什么 因为他经常就把在那个七个邦 就是我们讲了 印度东北七姊妹的这七个邦 断互联网 都是常态 台湾人不知道吧 这就是信息管制 懂吗 还有就是 如果你稍微了解莫敌 你就知道 他是参与过对穆斯林的几次大屠杀了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但是这个事情 美国他之前是把穆迪 列为不欢迎人物 就是美国 穆迪你不准来我美国 对你进行了这个制裁 后来你看看 不也就解禁了吗 我杀穆斯林就杀了 最后你美国需要我 最后不还是让我去美国了吗 这都是 就是他在古吉拉特 当首席部长的时候 这些事情都是确实干过 我一百度下就搜得到 这些西方国家就是 我真的需要你的时候 你就不能是屠夫 我会想办法帮你洗白 洗白成民主斗士 然后治理台湾 就是第一点 你如果就是对台湾人好 台湾人只会觉得 我背后有强大的自由民主的事件 所以不敢对我怎么样 所以我不仅要就是蹬鼻子上脸 我还要要求自治权 我还要就是我们台湾人特首 我们要台湾自己来选特首 不要你中央派 我自己要就是简单的说 你要是给他脸了 他绝对会蹬鼻子上脸 所以我是觉得 你要是把他当成自己人 那就是我喜欢 我想要把台湾人当成自己 但是台湾人他不允许 那我也没办法 我说一下我个人的经历 就是很多台湾人很讨厌我 说我是小粉红 说我被中共给洗脑了 我再次回应一下 第一 中国共产党支持和平统一 我反对 中国共产党支持一国两制 我反对 你为什么说我被共产党洗脑了 为什么 第二点 我在 那个我翻墙了 还是就是说 翻墙了 还是这么就是被洗脑 没救了 我翻墙了之后 天天看你们台湾人的言论 我才变成这样的 我本来对你们台湾人挺友好的 我对你们没什么意见 我现在对你们这么有意见 就是你们对我的评论 我就是上个YouTube 看一个色情的视频 看一个美女在那热舞 我随便发个评论 你还要让我捡中国滚出去 那我呢怎么办 我能对你态度能好吗 就是 你是上哪个站 我的态度就是 P站还是X站 我在P站上 P站上是我比较忙 他不会发评论的 我在YouTube的时候 懂吗 YouTube的时候 看到美女 我就发个评论 还有人追着骂我 你要我怎么说 大家都是男的都理解了 我觉得在这种时候 大家应该都是要同心 就是大家都是一家人 这种时候应该很和谐 好好好 P站下面都很和谐 来你继续 所以行吧 我是说 我是觉得 如果台湾人对我 能够比较友善的话 我也不会这样 但是你应该知道台湾的环境 反正他们对我就极度不友善了 我对你很友善啊 你怎么没有改变 我对你也没有不友善 那没办法 你是极少说 那你没办法 你是极少说 所以就是我觉得 我们中国人 要改变对台湾人的看法 不能把台湾人 当成自己人来看待 同时也不要一国一国两制 那一国两制 祸害无穷 就是香港有独立的可能吗 没有吧 他们都能搞出 搞出这么一波事情 如果你和武力统一之后 先是被他们 先被吓了一波 停了两天电 又没有死多少人 他们又觉得背后有民主世界 给他撑腰 你最后一国两制 他觉得生活没怎么变 他肯定就会对外国 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独立运动 就在后面百分之百会有 那你既然这样子的话 不如再一波 就把这个解放战争 给直接解决 做完了 我先跟你讲一下 杰克 香港不可能独立 他都要这么搞 你台湾如果说是 武力统一台湾的时候 没有用尽 死的人不够多 那么就后面要死人 反正死的人神术是横定的 可能也会更多 但如果是 最初伤亡最少的程度 那统一战争的时候 就必须要死一点人 不然就是后面死 总归就是要死人的 因为有些人他是 不见棺材不落泪 我是从爱护台湾人民的角度来 没办法 懂吗 有些改变人的观念 不仅是需要拳头 有时候需要血 不然是改不了的 谢谢卡尔你的分享 卡尔我最后请问你一下 如果武统台湾 那就没有swag了 swag是吗 swag你不知道 是色情拍片的东西吗 没有swag那怎么办 我是比较喜欢看日本的本子 没有麻痘 那你怎么办 所以我比较喜欢看本子 本子就是漫画 所以我不能看真人的 所以麻痘你没看 我很少看 我看到了我也觉得跳过去 因为我觉得剧情太尬了 主要是都是说着中国话 我知道他在说什么 然后我又知道这个部分下面要演了 让我没有代入感 我觉得不行 我觉得有待改进 好了 那谢谢卡尔先生 谢谢谢谢你的分享 好的 好的 好谢谢谢谢卡尔 好谢谢 拜拜 拜拜 好来 下一位 嘿 来 我要谢谢YT的抖内 谢谢白痴堡 无论断网与否 捷克只要拍摄一些弯弯百姓 善食湖江以淫王施的 一 额 镜头素材 作为统一后的同名状 哎 那那那单食还是善食啊 单食是不是 善食还是单食 糟糕 我真没文化 那你 网友在告诉我 作为统一后的同名状升官发财 不用啦 我不当官啦 哦 我就没有没有要从政啊 好 来 下一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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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